嗨,晚上好,我是成一,现在我想借你的30秒时间,在微信中搜索并关注我的同名公众号,成一,每晚21点40分,和千万孤独的灵魂一起,和你,说晚安。 欢乐送礼的杨紫幼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勤来找邱盈盈问的,你看我朋友圈了吗?邱盈盈说,删了。 盈盈,要不我们把微信加回来吧?邱盈盈说,还是算了。 算了吧? 然而当邱盈盈在地铁上收到应勤的好友请求时,还是点了同意,可不知道为什么,她哭了。 她看着屏幕输入了一长串的字,却又一个一个字的删除,嘴上竖起了最硬的墙,心里却软得一塌糊涂。 这一幕让我想起发生在公司的一件事,某天上班,公司的一个姑娘收到了前男友的电话,对方约她出去见面。 她说,不用了,没什么好见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挂了。 以后别再给我打了,我们不适合做情侣,更不适合做朋友。 她用尽力气拒绝了她,却趴在桌上沉浸了很久。 真心喜欢过的人是没法做朋友的,因为再多看几眼,还是想拥有。 讲个故事吧,一对情侣大学相恋男生很优秀,所以女孩总觉得自己碰不上对方。 毕业那年她们去了不同的城市,就那么错过了。 后来有一天,她在朋友圈看到男生搂着另一个女孩在成都的合照。 那个女孩平平淡淡,没有其他特别,但和她出奇的像。 无论是长相还是穿衣风格,她终于确定男生是真的喜欢她。 于是跑到成都去找男生,找到后男生说, 我其实胖了,头顶也开始脱发,你原本觉得配不上我,但其实我也不过如此。 同事们看了我大学时的照片都不相信这是一个人。 也许我们惦念的只是彼此记忆中的模样,我结婚了,在我生日的时候。 女生问,如果早一点来, 会不会结局不同? 她抱了一下,她说,没有假如。 在离开的时候,男生指着那家店墙上贴着的一张纸条问, 你写的吗? 女生点点头,纸条上写着, 我穿着不合适的一路泥泥泞,我有多么辛苦,才能走到这里。 男生带走了她, 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一双鞋, 接掉喜欢的那个人,就像穿着不合适的鞋。 我想 应该有一种爱叫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谁也不必去打扰谁 谁也别虚情假意的 去关心对方 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故事 但至少在下定决心离开的时候 是真的认为 没有对方 会过得更好 不要在深夜里 找过去的人聊天 更不要跟过去的人聊过去 伤了的人 就不要再教会了 说了再见 就不要再重新再见 毕竟他过得不好 你会难受 他过得好 你会难过 为什么不是你被他变好 他有了新的爱人 你会吃醋 他单身 你会担心 他是否还在原地 失之交臂的爱和时间 谁还能要回来 无论是曾经的雨天 还是喝醉的夜晚 无论是滚烫的热泪 还是灿烂的笑颜 都注定不能再和你同行 分分合合 解释不易 兜兜转转 散场别离 世上有千千万万种爱 就是没有一种 可以重来 余生 就不用你指教了 愿你过得好 并且我一无所知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 爱把破坏完美的平安点 保持着距离 第一颗心的遥远 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 我走回从前 你往未来飞 遇见对的人 说过脚差跌 明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 我却不断挥手 说再见 以后别做朋友 朋友不能牵手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笑着带过 最好的朋友 有些梦 不能说出口 就不用承担 会失去你的心痛 我一个安全的天后界限 谁都不准 谁都不准为我们掉眼泪 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 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 以后别做朋友 以后别做朋友 朋友不能牵手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笑着带过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有些梦 不能说出口 就不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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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失去你的心痛 我只能承担 忍住时空 太折磨 我在坐自首 回忆都是我 跑不了的伤口 以后 以后还是朋友 还是你最懂我 我们有时有种 就走到世界尽头 永远的朋友 祝福我 遇见爱以后 不会再懦弱 紧紧握住那双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